看了最新一期的花少五 其实还蛮有感触的 姐姐们和两位弟弟都很好 这一季的节目 向秦兰 新之雷等姐姐 都给观众带来了很深刻的 与往日完全不同的印象 但也有一个新面孔 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赵昭仪 一个很新鲜的面孔 新人艺人 很多观众都是在这个节目里 第一次认识到她 同时也曾意识到 赵昭仪可能是这个节目 隐藏的矛盾点 当然 这个矛盾点 其实并不在于节目本身 也不再完全在于赵昭仪 自己的身上 更多的是在于节目之外 最新一期的节目里 王安宇因为担心部分姐姐 身体累了又不好意思 开口提前回去 就自作主张结束了 这一天的行程 当时大部分的姐姐 其实都很不满意 因为都在兴透上 尤其是新直磊和赵昭仪 两个人是最明显的意犹未尽 新直磊是当场就抱怨了的 主打一个有话就说 扫兴 生气 我的快乐都已经这么少了 这是新直磊的原话 虽然不高兴 但抱怨了几句后 新直磊也就没说什么了 从这里也看得出来 三姐其实真的很为团队的大局在考虑 而赵昭仪却是虽然很不高兴 但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在看到别的旅行团还在玩 还在嗨的时候很羡慕 觉得还没有玩够 就说了一句 我好想去他们团队 这话刚说出口 就被新直磊狠狠地瞪了一眼 然后赵昭仪秒怂 乖乖地不说话了 这里其实一乍看觉得没什么 女孩子觉得没玩够 随口开了个玩笑而已 但也许就真的是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新直磊却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虽然其他的姐姐和弟弟 好像都没有听到赵昭仪这句话 但摄像机却录下来了 新直磊在这里有两个选择 一是当作没听到 毕竟确实是小事 二就是找个机会把这话说开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新直磊最终还是把赵昭仪说的这句话 当着大家的面说了出来 就因为这件事 赵昭仪当场就哭了 她心里压力很大 姐姐们和两个弟弟都没有听到赵昭仪抱怨的这句话 但心直磊绝的 虽然大家没有听到 按这件事情是发生了的 观众会看得到 这其实也是这个节目 或者说是所有的综艺节目最大的矛盾点 不在于他们这群旅行的人 而在于看他们旅行的人 也就是观众 赵昭仪毕竟是个新人 无论是影视还是综艺这一块 她都处于刚入行的节骨眼上 虽然和陈晓 王一博搭档过一部冰与火 但认识她的人真不多 在很多人眼里 赵昭仪上这个节目是沾了很大的光的 甚至有人说是代资禁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 赵昭仪本身的一些言论可能会被无限放大 尤其是她在旅行过程中说的这种 好想去他们团队这样有些不利于团结的话 事后 小胡悄悄对心直磊说 这根本没事 显然在胡先旭看来 赵昭仪这句话 心直磊没必要说出来 因为大家不在意 但心直磊说 她可以是小事 也可以是大事 不在我们怎么看 不在于他们怎么看 而在于观众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 心直磊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就像当年黄晓明因为关心杨子的身体 说了一句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就被网爆了那么多年一样 节目播出前 谁也不知道芒果的机会怎么剪辑 谁也说不好 赵昭仪说的这句话 会不会成为一颗日后网爆的种子 与其和芒果后期勾心斗角 不如提前引爆这个雷 让想通过搞事情 制造矛盾 引起话题的人无路可走 毕竟众所周知 芒果的后期 那叫一个以言难尽 赵昭仪和黄晓明不一样 它是一朵尚未绽放的花朵 如果遇到类似于黄晓明那样的事情 她的人生可能会被彻底摧毁殆尽 整整四期看下来 其实有时候也看得出来 赵昭仪的心理压力很大 花朵武对于她就是一把双刃剑 她也许会借助这次机会一飞充填 但同时也会遭受很多争议话题 这也是每个上综艺的艺人都必须经历的 所以 小胡其实还是比较稚嫩的 就像二姐秦岚反而觉得心之蕾做得很对 因为把这个矛盾提前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引爆了 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后顾之忧 真的 心之蕾做事太周全 太成熟了 也是真的为了赵昭仪好 赵昭仪哭了 哭了也好 哭了这一次 避免日后流更多的眼泪 避免日后